各位可以善用一下這邊雲端白板上面 會有一個程式碼這個程式碼就是說如果你要重寫嘛回家之後你要重新再來過 可能很多遺忘遺漏掉沒關係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Ctrl V就可以了比如說我們第一個假設你上個禮拜東西 也許你沒有存到檔那你要再繼續接著做可能會有問題那怎麼辦呢沒有關係把範例檔打開來 那也許你回到家重新複習沒關係把打開來問題一嘛這個是空的 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VBA程式但是如果說你要做一個練習的話這裡面沒有任何的 沒有任何的VBA所以 我如果希望能夠快速的把上禮拜東西再把它放過來的話有幾個重點第一個你先把制定工作區 這個地方記得把開發人員先打開這個固定 所以開發人員要先把它叫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在這個地方有個Visual Basic這個將來我們會跟他 很密切的 相處因為所有的程式都靠他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程式 直接放過來那第一個你記得反正 他空的檔案裡面一定不會有一個 所謂的模組 你要寫VBA程式的話 你一定要增加至少一個以上的模組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按右鍵 插入模組的時候他會增加一個 那不過你會想說那老師如果我可不可以多加幾個當然可以 可是問題是說 你的 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程序沒那麼多的時候你就一個就夠了啦 除非說你有寫了很多的那你希望分門別類 比如說你這個 這一類是做什麼用 這一類做什麼用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假設你將來一個不夠用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Module 1的名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 VBA的Project 屬性有沒有 你這邊 其實可以再把他怎麼樣呢 可以再把他 這個 模組 你可以再新增第二個啦 不過我 基本上呢 一般 一般性 以各位的 狀況來說 大概一個目前就夠了 那如果說呢 我們已經有一個Module 1 那程式怎麼把他放過來呢 如果你上禮拜的部分 沒有把他就是想要重新再做的話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開啟我雲端上面的程式嘛 然後 記得喔 我建議各位可以在那個右上角這邊有個彈出 因為如果你現在當然可以選舉複製啦 不過貼上好像會有那個多一行的問題發生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直接這邊彈出 彈出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地方 直接就 Ctrl A 全選 Ctrl C 複製 那再來就是直接貼到哪裡呢 程式碼這個地方 直接按右鍵貼上 OK 貼上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 那一件函數 這個 這個多的 這個是我們RUN的公式 我把聲音刪掉 然後